8月17号,艾成突然传出坠柔身亡的消息 让亲友们都感到相当悲痛 24号,家属为她圆梦举办了一场超乎想象艾成了追思音乐会 现场将近500位教友,演艺圈好友以及粉丝都齐聚送她最后一程 当天有很多段缅怀她的表演 同时回顾她生前的片段 有泪水也有欢笑 阿老婆王瞳在台下多次泪崩 但她还是忍住悲痛上台唱歌 并透露身上穿的衣服是艾成特地为她买的 原本打算蜜月的时候穿 不料如今夫妻俩天人永隔 王瞳也说因为答应艾成自己不要哭 最后在抱着丈夫的遗照走出来时 她坚强的面露笑容 手中也不时比出和老公7月7号结婚的专属数字 27号艾成的爸妈最后决定 要让她长眠于第二个家乡台湾 地点是位于三峡的天品山庄 基督教徒专属墓园 而塔卫的集团董事长还特地制造了一条 专属的骨灰琉璃饰品 让艾成的爸爸妈妈可以带回马来西亚 同时也订制了一纸戒指送给王瞳 就像是艾成依然继续陪伴着他们 集团也特地设立了爱的橱窗 将设计成艾成最大梦想的鸟巢演唱会 要开放给歌迷粉丝前来悼念 艾成的妈妈看到后也感动的说 天哪 这就是她梦想中的演唱会 不选和激动的心情不言可遇